千萬個昨天看不清 你同命運的臉 誰不親愛飛起我的眼 還是距離太遠 反笑時間 讓我來到這世界 在這心裡就和你回緣 如果劇情可以再重演 再落幕一切 看不讓我背進你的眼 還是已經海亡 悲慌之間 正在這呼吸裡面 就並和你淚眼相牽 如果真要愛 做個不忍的幸福天 紅塵無愛 今生不必相連 就算記憶會沉淺 就算今天會擱淺 永恆是我 心身處 誰在乎的風險 我來安排 我們可以走的不讓人家知道 我曉得 但是我得先騙過大警鐘做 是日本特務對我蹤懈 所以 我必須要騙得過我身邊所有的人 攜手電影公司重金的禮聘 回婚 父親 叫我身邊所有人都失望 扛心 唾棄 憤怨 這樣 你們才會離我遠些 也許大警鐘左 就會相信我已經變了 真的變成一個貪明愛力的女人 我這樣才能逼你 明清 還有葉小姐 離我遠些 不受我親臉 我才會有機會 做到我爸讓我的事 這件事我替你做 目前我來幹 我不要你扯進去 這種事對我是輕而易舉 對你這在哪 太危險 所以你不能去 我不能保護你 不能幫你 不能替你淋她 我算什麼男人 你什麼事我都不知道 我還算什麼 可能今天 我想讓你們 徹底地對我絕望死心 希望你們都能棄我而去 因為這位雲秋 對燕小姐 這樣才好 她們會安全些 但是我不能這樣對 我不能像下陣輪一樣 為了怕雲秋死 沒有了 卻 雲秋 那雲秋 雲秋 我對你 雲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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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秋秋 雲秋秋 我知道 我的心是你 我要你离开我 傻瓜 我们的蜜早就分不开了 尤其是以后 你滚 你滚出去 你滚了你 我现在在看中你 你爱我个屁 你爱的是出风头 爱的是当大明星 人家拿钱砸你就不结婚了 再拿钱砸你就跟人家上床了你 何正非 你看他们嘴里留点灯好不好 我多在三年前 还不说是为了你 怎么 怕我更红了 快就能跑了 我告诉你 爱我的男人多的是 我看上你 让我瞎了眼 你快滚 我看你要家的是钱 你混吃灯 找我胃口滚 你叫我滚 我柳凤一半见 还将你的体调 把那花花的钞票你不赚 你才是笨蛋呢 哎 又回来 你今天叫我在这里 给人家丢人现眼 以后 别吓着我会爬着回来求你 看什么 滚 看 你看 做争议了 开什么热闹 走 有什么好看的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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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以前在北平 你说 你这一生只求一份情 我说我绿高上游 出人投帝 他们给了我很多钱 又保证能把我捧成全国知名的巨星 你说放弃了多可惜 郑菲呢 你们都要结婚了 郑菲 刚刚才闹翻了 她要离开徐大财 我趁那三年多在免钱有什么错吗 你一定有什么苦衷 告诉我 你没看到 今天那么多观众为我喝彩 成为大黄大紫的迷心的滋味 你是不会了解的 我要 奉医 跟我 你为什么还要说谎呢 你我为什么这么知心 脾气 我是听不了你的 是不是 谁让我们是结派进来 我不懂你 还有谁 为什么要梦得我不懂你 你真的知道 我就告诉你 我跟日本人交换条件 他们不追究郑菲杀了海茂林 而我 替他们做特务的工作 我是个日本特务 现在 他们不放我离开上海 否则就要对付郑菲 我只好 我先被他们控制住了 我知道你不会告诉任何人 你帮我一个忙 不要再来见我 绝对不要 日本便你随时跟着我 是保护我 也是监视我 所以 你要跟我翻脸 否则 他们便会要我利用跟你的关系 来掌握杨金雄的行踪 你也知道 他们现在正要对付你们杨家 你说 你说我该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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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呦 我不给你闻闹了 我要回去了 慢慢坐哈 再见 你想干什么 唱完歌下了台 就滚回家凉快去 你是歌女 这家俱乐部多的是舞女 用不着你去扒这课 怎么 想起二天饭碗 是徐老板的 打声招呼陪别坐不应该吗 你不理人家 我怕你得罪人 替你招呼招呼也错了吗 人家谈的是正经事 用不着你去打扰 回去 好吧 这里呀 只有舞女跟花老板陪客人 没我的事啊 一个个都见了 今天她怎么了 心情不好 怎么连个招呼都不过来打呢 为了柳凤英的事 生我的气 哦 对了 柳凤英真的是被你给说服了 继续拍片的 世上没有名利 打不过了名利 柳凤英还不是一样的 钱砸下去 她还不是照样 见情理开 哦 梁静诚的事情 你确实很难办 我约不出来 她说干嘛 忙 忙就在约嘛 我说过的呢 她约我 我不理她 现在呢 我反过来 老着脸皮来 一再地约她 这样 不要说是梁静诚 她就是个白痴 她也知道其中有诈 怎么会相亲 徐兄啊 杨静雄没有错 是个厉害的角色 可是你徐大财 江湖也混出个精来了 你要真有心办这件事 怎么会用那么笨的方法 我看你是故意 跟我耍太极拳吧 怎么会呢 我实在是 实在是 走了个何振飞啊 你们自己门内就阵脚大乱 顶不住了 不敢在这个时候 跟杨静雄拼上去 我看你啊 其实是外强中端没有实力 看来啊 我们只好另外找个有实力的人 来跟我们日本人主掌上海的商界才好喽 我徐大财啊 不是你为何振飞走了就垮台了 不过呢 要想约杨静雄 没有何振飞 很难办事 倒是真的 我不管你怎么说 总而言之 有本事 你就快点把杨静雄拼干掉就是了 我有耐心 我们上面的人已经没有耐心了 再想办法 再想办法 你啊 哦 对了 还有件事情啊 我想请你帮我 查一查看 爸 嗯 对吧 匕首呢 我看不像普通的匕首 是个抗日分子留下来的 我听说你们上海的各邦派用的家伙 都有独特的标记 你帮我看 这大匕首不是中国货 我带我去找个人来看看 好 我托人从德国带回来送给你这把币上 怎么回事 你几时除了抗日分子 我像吗 我知道不是你 所以我知道谁才是 只有一个人 才会叫你死心塌地的为他们拼命 柳凤英 他是抗日分子 你胡说 这两天我跟华宝影业在谈合伙 拍电影的事情才知道 赵齐导演已经拒捕 自杀是猛 消息被日本人封锁了 因为他们还要追查 其他同伙的抗日 凤英如果也是 日本特务早就把他抓起来了 还等着你来发现吗 我一直很奇怪 他跟你那么相爱 怎么又会和赵齐导演 在旅馆里开房间闹出逃手的丑闻呢 而且我更奇怪的是 你居然都不在乎 还要娶他 那是因为我相信他 我也相信他 所以我更相信呢 赵齐跟他之所以过程甚密 那是因为抗日的地下工作 而你也早就知情了 你猜错了 不 我猜对了 进这个门之前 我只是还在瞎想 但是我太了解你了 如果不是你心里有数 他是抗日分子 以你急躁的性格 你只会震惊追问 不会反而急着辩解 他是抗日分子 你放心 你我必须要讲义气 我不会告诉你本人的 任何 你的女人也就是我徐大财自己人 我会保守这个病的 我说话算好 我绝不会充满自己的意志 我再求不要在这个时候弃弱不顾 我带你如兄弟 许你如手足 我没有你 我可以杀掉杨俊雄 但是在下 我一个人对不让杨家底下那么多地区 日本人看我的支持不下手 已经不信了 这位非 如果日本找了其他的人合伙 那我就跟杨俊雄一样 也会背对 最起码是你在帮我这一次 杨俊雄的信任 你帮我约他 他会从你跟我见面 这是你交换的条件 拿杨俊雄的命 你我弟兄 在意见 应该彼此方程 怎能算是交换强奸 嗯 今天做了什么点心啊 一样 昨天他们吃得高兴 要我今天在做 喂 杨俊雄 何正非 杨俊雄 什么事有空 见个面 谈点事情 我们之间还会有什么事 该了结的已经了结了 你放心 是我徐大哥 他知道你聚业见他 是不相信他 所以 叫我打这个电话给你 你应该相信我 他真的希望能跟你好好谈谈 看看怎么维持 华人在上海的局面 因为日本人现在也要对付我了 因为日本人现在打算也要对付他了 所以他觉悟了 打算跟你站在一边 正非 你说的是真话吗 好 杨俊雄 谢谢你 那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呢 好 明天下午 两点 翻了门餐厅 就这样决定了 我随时等你电话 你如果能够没有估计的在你身上 就说找明秋 我就知道了 知道了 我会 叔叔 对不起 政府是对徐大财逼着他 明秋 明秋 快听广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怎么会 这怎么办 凤云会对国人恨死的 怎么可能呢 你确定吗 我打电话告诉我东西 叫电话号来避一避 他居然不看医生 就把电话挂了 来 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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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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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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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